五谷茂商礼在公所的协助之下 利用活动中心旁的空间 是做太阳能饮菜共生可食地景 除了可以提供礼民欣赏之外 更可作为教育宣导 而种植的苏果将供应社区的共餐来使用 五谷茂商礼在公所的协助下 利用活动中心旁空间 是做太阳能饮菜共生可食地景 经过志工的细心照料下 所种植的首批蔬菜 成长良好 里长特别邀请区长及社区长者 一同到场采收共享盛举 这块地本来是我们的开心农场 那我们的开心农场 以前是我们志工用土来耕种 可是有时真的因为杂草重生 也不容易长出蔬菜来 所以区长想到我们的祭典共餐 所以就主动跟我们建设了 这个饮于共生的农场 五谷区长洪虫莲表示 看到眼前的蔬菜可以采收了 每位长者都相当开心 饮菜共生的设置 让长者们来种植及采收 除了可以回味早期农耕生活 也能友谊身心 同时感受收成的喜悦 让长辈能活动 能恢复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样子 种菜样子 你看我们长辈栽栽栽的多高线 然后第二个意义就是说 我们里面本来就有老人共产 我们自己种自己栽 自己煮自己吃 希望藉由我们的饮于共生 让我们的社区达到低碳的社区 未来能成为一个 在新北市人成为一个模范里 也希望我们长辈跟小朋友 在课程以外的活动课上 都一个活泼又生动的实际的课程 湘明侠李章指出 饮菜共生系统 除可提供李明欣赏外 更可作为教育宣导 所种植的蔬果 将公益社区共餐食用 判见由饮菜共生 这个小生态圈 为地球永续的环境 尽一分心力 记者胡宇轩五谷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